迈入无限金时代 电子钱包大行其道 甚至还有数据表明说 有国家的犯罪率因此锐减的当下 不带现金出门就真的比较安全了吗 上月古镜就发声令一起 劫匪手持砍肉刀 威胁民众通过电子钱包转账打劫的案件 引起民众的热议 根据网传的CCTV影片 劫匪闯入一家洗衣店 拿出一把砍肉刀威胁两名女侍主交出手机 甚至一度挥刀砍向其中一名女侍主 让两人吓得乖乖就范 从影片来看 劫匪抢走手机之后 并没有马上离开现场 而是拿着手机让侍主输入一些东西 那针对这一点 有人就认为 抢匪是在强迫他们通过电子钱包转账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 堪称是 也有人猜测劫匪是要求他们点击密码解锁 方便劫匪之后转卖手机 不过目前有关当局 还没有针对这起案件做出任何的回应 那如果这起案件真的是打抢电子钱包 就不知道该说这个劫匪是自以为聪明 结果反被聪明误 还是真的山穷水尽走投无路 迫于无奈采用了这种方式打劫 毕竟我们都知道 通过电子钱包转账是留有交易记录的 能轻易被执法单位追击 才是中国浙江2017年 就发生一起在当时被称为是 超前卫的抢劫案 直到男子在凌晨时间拦截夜归的女子 在抢了他身上的300元人民币现金之后 发现女子电子钱包内还有450元 大约300令吉 于是就进行扫码转账 再逃之夭夭 后来警方就根据金额流动的记录 将嫌犯逮捕回案 不过也正是因为科技发达 能够轻易追踪到交易记录 警方过去就曾经呼吁民众尽量采用这种 零现金的方式消费 可以减少民众外出时 甚至到银行ATM提换时遭抢劫的担忧 当然使用电子支付可能导致的倒刷 或者是加密货币那种等级的打抢事件 就不在今天的影片的讨论范围内了 那看这影片的你现在还是习惯用现金交易 还是一机在手一切在握 用电子钱包来打天下了呢 欢迎留言交流 那如果你喜欢这影片 也记得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记得持续关注Radio Hotspot 一起跟进更多国内外新闻